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Studio Series 60號 Scrapper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的正面有Scrapper的CG圖編號60 Scrapper 側面有它的一個大頭罩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型、載具 另外一面還有一個大力神合體之後的圖片 那這款玩具一樣它有附帶一個展示台 展示台的背景是電影第二集的場景 那你是可以把玩具以載具或者是人型擺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呢還是要看一下的因為它有變形成為合體形態的變形步驟 那這個東西呢看完之後還是把它丟到旁邊去 這一款Studio Series的Scrapper 算是工程金剛大力神的倒數第二個成員 載具形態是一個推土的工程車 那它並沒有取得授權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而首先看到前面這個耙子的部份 前面這個耙子呢是由三個東西組合在一起的 那它是可以活動它可以稍微的往上往下 這個地方是不能動的比較可惜一點 那從正面來看呢這邊也是會有一些空洞 看到上面這邊有很多細節刻畫 那這邊有一個駕駛艙 駕駛艙上面有一些塗裝 輪胎還蠻大一個的有上銀漆 那看到載具的後面呢這邊就是這個合體的關節 把它翻過來看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這一款呢有一點非常屌的地方喔 屌在哪裡 屌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各位有看到有一點凸出來對不對 它會影響它的滾動性 那為什麼這邊會凸出來呢 原來這塊零件跟這塊是一樣的 那所以說呢我這一款是又中獎了齁 正常來說這一塊應該是要翻到上面去的 結果我這一款兩邊都是同一個零件喔 各位收到之後再看看有沒有跟我一樣 如果我是唯一一個的話那我就賺到了 那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一樣是工程金剛的Rampage 出來比較一下 兩款都是類似推圖的工程車 那它們都是Voyager Class的 所以尺寸來說是差不多的長度也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合體形態的一個變形步驟 變為工程金剛呢它是成為它的右手 那變形過程也並不困難喔 首先在這邊有卡扣把它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分開來之後把這一塊往上抬 然後把它旋轉個18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旋轉180度 這會成為它的手指 然後這塊東西呢在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把這兩塊東西把它翻起來 也會變成它的小手指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凸對應這個洞把它扣進去 接下來在後輪的部位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鬆開來之後把它稍微的打開一點這邊有一個灰色部件 這個灰色部件要把它翻起來 然後這兩塊就可以把它往內凹一點喔 讓它呈現一個角度 輪胎原本是扣在這個洞 那現在呢要換這個凸 扣在輪胎這邊有一個洞 這個東西稍微對一下把它扣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最後把它的合體關節給翻到外面來 那它從載具變為合體手部的變形過程就打工造成啦 變為這個形態之後它的手指頭這邊都是可以活動的 所以說也是可以有一定的可動性 那工程金剛只剩最後一款喔 非常期待它大合體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這個合體形態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呢把這個手指的部份再把它轉回來180度 接著把這個合體的關節先把它收回去 後面的輪胎卡扣鬆開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兩個 這兩個腳喔 這個是腳部 把這腳部呢先把它移到旁邊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駕駛艙的部份這邊從後面把它往上飄 這邊原本是有兩個卡扣 扣在這邊的 那這個鬆開之後呢這兩隻手 手在中間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分開 然後在這邊它還有一個卡扣 這個卡扣把它挫開來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手翻到外面來 另外一邊這邊看的比較清楚 這邊有一個卡扣把這個卡扣給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就可以把手翻出來 接下來就可以把它的兩隻腳把它往下轉 然後這個輪胎這邊有個關節可以把它折到旁邊去 折到旁邊去呢是要把它繞到 這個耙子的後面 然後再把它翻回來 在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輪胎這邊有個洞 稍微對一下把它扣進去 然後這個耙子這邊可以翻出來 把這個東西這邊有個凸對應裡面有個洞 把它扣進去 接著再把腳旋轉180度 正面是在這個地方 跨下這塊東西可以把它往下放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先把這個輪胎移到旁邊去 然後跟這個耙子進行一個錯位 把它移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把它轉回來之後剛好可以對應這個凸 把它扣進去 接下來再把這邊分開來 把這個東西呢折疊 這邊裡面有卡扣把它扣起來 然後再把它旋轉180度 那它的一雙腳就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把上面這塊東西整個的把它翻到後面去 胸口把它打開來 頭就是收納在這個裡面 那要把它翻出來呢你可以利用手指從後面推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操作一點 然後翻到背後來看把這塊東西翻到最下面 在手這邊有凸 對應這邊有洞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駕駛艙的部份呢做一個折疊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手把它往下放然後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最後稍微的調整一下 它從合體形態變為人形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大功告成啦 在變為人形之後如果你比對電影的設定圖的話 其實還蠻還原的 但是在電影第二集呢它幾乎是沒有什麼戲份 也沒有變為人形過 比較有趣的一點是在電影第五集的時候 有一台挖土機它變成了類似這個scrapper 所以在電影裡面也是有所謂的重塗共模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 頭雕依然是工程金剛的這種包著臉 如果你把你的臉想像成一個包子把它擠在一起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喔 那看到胸口這邊有一些細節刻畫 手臂兩隻的造型是不一樣的 一邊是這樣子喔這個是不可動的 另外一邊是有類似鉗子的是可以活動的 然後看到下半身呢它這邊有一塊非常詭異的東西喔 這塊東西可以翻起來 在人形之下可以這樣子做一個武器發射 噢 腳步雖然我這邊有一個零件是錯的 不過不影響它人形以及變形 那它的一雙腳呢是呈現這種類似雞爪的樣子 看到人物的後面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問題 可動性方面 脖子可以稍微的往上往下 然後頭這邊呢則是一個球形關節 肩膀360度是會有一點問題會有點卡住 喔大概活動幅度是這個樣子 手臂平舉可以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可以超過90度 然後上面這個地方呢它也是有一個活動的關節 另外一隻手的話這個手肘彎曲也是一樣可以彎到超過90度 然後在這邊呢還有一個旋轉的關節 上面這個爬子也是可以活動的 腰是沒有腰轉的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神秘的部件搬起來的話 它的胯下是可以做到往裡往外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也可以到達非常不錯的弧度 往外幾乎是沒有的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它只能往後彎 然後往前最多到這個幅度 腳底是沒有任何接地關節的 那這款Scraper在人形之下我個人覺得還是不錯的喔 至少它看起來像是一個人喔 然後活動性也還不錯 現行過程還算簡單喔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Rampage拿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身高來說是差不多的 那單純以這兩隻比較的話 Scraper它至少可玩性是比較高的 它手腳啊都有非常多的可動關節 那像Rampage呢這個可玩性就比較低一點 但是我覺得大家會收這些呢都是為了合體成為大力神 所以也非常期待最後一隻成員的到來 這款Studio Series的Scraper 作為工程金剛的倒數第二個成員 載具人形表現的都還算中規中矩 那以工程金剛裡面來說可玩性算是偏高的 在變為大力神之後它則是成為右手的部位 目前只差最後一個Overload它是成為胯下的部位 那收到最後一個成員之後我也會馬上的錄影跟各位來分享 合體成為大力神給各位來看一下 那今天這款Scraper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明天這位特色是Altimus Prime 我是Altimus Prime 我們都是生物電腦的電腦 從��火山角的上課 我們在這裡是Cybertron 為一累的那些人